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三的梅渣股 今日的嘉賓請來Jason為我們推介精選股份 Jason你好 Jason你好 先為你回顧上星期介紹的股份 就是新天綠色能源956 期內表現真是不錯,因為恒指跌幅超過4% 只是這三天已經有這個改變 大理推介股份956可以逆市有個升幅 升幅有1.6% 其實升了兩格,因為股價比較小 我們看看買入的建議 買入價定了1.5元,目標價放1.4元,指洩價放1元 上次的收市價是1.2元,今日的中午收市價是1.2元 因為買入價定太低了,很可惜 未能買入,是否都會用這個位置去考慮吸納這股份 是,之前定1.5元 比起這個星期的全州低位 差三格,未能夠買到 但也不用急 如果這一陣子的市況仍然比較頑皮 指數仍然要跌下去 我相信這類股份一樣會跟市場做一些調整 所以不用這麼急在現在的位置再追 等它來後再下去 過二樓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到1.5元 才再去買 好,見到今天的市況相當差 已經是1月份,連跌第3個假日 Jason,今天都曾經失手21,000這個大關 今天會推薦哪隻股份給大家 對,這陣子的市場正如剛剛所說的 氣氛比較弱 大陸的股市又跌得比較多 所以你說在 選股的時候都比較是招頭的 昨天都想了很久 決定選一隻 近來都相對是比較強勢的股份 給大家的 說的是868順耳玻璃 這一陣子的蝕跌 它的股價都能夠是逆市 可以在高位那裡徘徊 輕輕跟大家跟進一下 它半年的業績表現 見到營業額來講 按年升幅 矮近5% 順利升幅有2.4% 毛利率是上升0.1% 經營利潤率是升1.1% 至於政府債對權益比率都有下跌 下跌0.2% 這份半年的業績已經過氣了 是不是都知道 之前說股價走勢比較強勢 是不是因為它發了一個型氣 我們可以先review 中期業績一些比較重點方面的項目 例如見到盈利上升2.4% 相當之不錯 因為今年上半年 內地整個經濟 特別是工業的環節 都是比較弱一點 很多產能過剩的資源 資源的企業 或者工業的企業 都是面對一個虧損 或者盈利倒退 它能夠有得升 都算是一個要有交代的表現 更何況因為成本控制得比較好的關係 就令到它的毛利率方面 都能夠有一個上升 你說當然 更加重要的 我們都要看回它的刑企方面 剛剛是上個月公佈了的 我們可以留意刑企公告的內容 在12月中方面 預期到去年12月底 全年的盈利可以增長 就是四成半至六成 都見到 意味著有19.8億到21.8億 意味著下半年的純利 是10.35億到12.35億 環比增長都有9.5% 至到31% 看回公司就說 受惠於良好的成本控制 產能增加 以及分佔信義光能的盈利大增 期內信義光能是否做得很好 我們都要留意這個營起最大的重點 就是說去到去年的下半年 它的純利都能夠維持到 就是10億多到12億多 以半年來計 都能夠升大約一成到三成 是一個相當之不錯的數字來的 正如剛剛都提過 就說內地整體那個玻璃行業 其實都不是太好的 很多玻璃的生產商 在去年來講都是要輸錢 但是因為集團方面 去受惠到的天然價格下跌 使得成本控制得好一點 再加上它都說 額外增加一點的生產線 擴大自己那個 就是暗氣車玻璃的產能 這一方面都能夠幫到業績的 最重要的 都是說它是附屬公司 信義光能那邊 就是有個相當好的表現 因為說它在光復裝機方面 或者光復玻璃的生產方面 都繼續是有個相當強的增長 變相在貢獻底下 就令到信義玻璃都能夠受惠得到 明白 我跟大家看看它分佈的業務 是做成怎樣的 汽車玻璃是佔比最多的 營業額來說 半年是有18.97億 升幅就有6.5% 建築玻璃就是第二大 其次就是12.06億的營業額 升幅是有11.8% 浮發玻璃就是21.8億 升幅是有22.7% 模擬方面都看到 汽車玻璃和浮發玻璃 那方面是有個上升 看到浮發玻璃是佔比最大的 Jason 其實浮發玻璃是做什麼的呢 大家看浮發玻璃都很明顯看到 在營業額的佔比最高 但是相反地在那個利潤方面的佔比 就是三者來說是最少的 反映在那個利潤率來計 浮發玻璃就是最低的一環 那說浮發玻璃大家的認知 都可以理解為一個叫平板的玻璃 那就是在整個玻璃的生產線底下 最先出來的那個產品就是浮發玻璃的 那你要利用這一類的浮發玻璃的產品 再去經過一些的加工經過一些的改造 就去到成為一些其他的產品 例如做汽車的玻璃 或者做一些建築方面那些叫做Low E的玻璃 那所以你說浮發玻璃 就屬於整個的行業鏈底下 一個比較是上游的產品 那所以它那個是利用率偏低都是可以理解 那但是要留意說 因為本身集團在浮發玻璃的規模上面 都絕對不小的 那所以你說雖然這一部分 佔那個利潤的比例不是特別高 那但是由於它波動性比較大 又或者它本身那個規模都比較大的關係 那我都相信它那個利潤的升跌 對整間公司的股價來說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甚至乎都可以說 如果你說浮發玻璃的成本 是能夠控制得好的 價格能夠是平穩的 對於做汽車玻璃或者建築玻璃 在那個成本方面 都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表現 那至於它做的汽車玻璃 即是模擬方面 佔比最大了 那它跟福效玻璃 其實它的經營模式有些什麼不同 基本上汽車玻璃就在集團本身來講 主要就不是做一些一手車方面 那些的原廠玻璃 反而就是說 在一些是汽車 如果你落了地之後 玻璃是撞花了 刮花了 那要更換的時候 那大部分的產品 都是來自福耀 都是來自信義玻璃 即是集團本身那些的產品 但是福耀玻璃就剛剛相反的 那它很多時候都是幫一些 那些汽車生產商就做一個代工 等那個新車出廠的時候 就能夠是用到那些玻璃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 就是兩者最大的分別 明白 建築玻璃就是受惠於樓市方面 相信大家都理解 哪些業務可以影響他們 接下來的盈利 跟著跟大家看看 就是利好因素方面 第一樣東西就是 浮發玻璃產能過剩的壓力 漸漸去舒緩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目前內地 大概是三成六的浮發玻璃生產線 已經是停產階段 近五年的新高 都看到 就是圖表來說 那條上升的線 就是顯示佔比關閉的生產線 即100條生產線 有36條已經停產了 主要的原因是 中小規模的生產商 普遍都面臨一個虧損的問題 國家亦都加快淘汰 華爾潤企業都在十月份的時候 宣告倒閉 那行業產能過剩的問題 即是得以舒緩 還可以留下證明 都在行業來說 相當之強勁 沒錯 因為這些生產線來說 很大部分 都是沒有一個效益 或者沒有一個規模的優勢 對於一些中小型的玻璃生產商來說 他們面對著玻璃價格 之前的幾年不斷地跌 他們都可能被迫 將生產線 shut down 或者是做一個維修檢查 就不做一個生產主 變相就令到在那個產量方面 都能夠得到一個控制 再加上就說 國家方面 對於那個耗能 或者減排的規格 那個控制是更加嚴謹的 如果你說某些玻璃生產商 是符合不到這個要求的 都是要被迫就是要關停 再加上就算連一些 比較大規模的玻璃生產商 例如剛剛提到 全國第三大那個 那個浮發玻璃生產商 華爾潤企業 都在去年 即是第三季尾的時候 都是因為資不抵債關係 被迫是要宣告破產 倒閉的 當中又大概六成的生產線 接下來都是要被淘汰 所以整體在那個生產線方面 接下來進一步減低的機會 都是高的 明白 即是行業泰逸流強的情況 會持續下去 我們又看看 信義玻璃和行業 其他的玻璃公司比較 它又做成怎樣 見到這幅圖 就是主要上市的玻璃生產期別 在2015年上半年業績 這幅圖我們可以 帶出什麼訊息給大家呢 這個圖表方面顯示出 福耀玻璃和信義玻璃 在今年上半年的利潤都持續增長 相反地你看到像是A股上市的 南方玻璃或者奇賓集團 這兩間都算是規模比較大的玻璃生產商 上半年的盈利都錄得一個很大幅度的倒退 例如說2014年全國最大規模的玻璃生產商奇賓集團 去年上半年的利潤都要跌成三成六 換言之 如果他們的利潤是有個下跌的 公司賺不到錢的 變相就要令到他們在資本開支上面會有削減 所以你看回奇賓集團方面 去年上半年 連CAPEX都往年減少了六成半 南波A也減少了四成半 變相一些規模比較大的上市公司 他們都要被迫要削減預算 或者要刪減一些產能 對於全國玻璃產能的控制來說 反而是一個好事 也代表著一些更加強勢的公司 例如福耀或者信義方面 都能夠保持到產能增長 代表著未來在整個行業 即是重新洗牌下 就會出現一個 整個Market share 有一個重新調配 還留下的那些公司 我相信他們未來的市佔率 或者產能方面的佔比 都可以逐步進一步提升 剛才也有提及過 100條生產線 有36條都是關閉 究竟對他們的產量影響是怎樣 下一幅圖我們就可以看到 見到BAR的線顯示產量 另一條線顯示同比的增幅 見到去年10月份開始已經是負增長 隨著2015年頭11個月 行業更多的生產線關閉 全國的浮發玻璃產量 按年下跌8% 即是關閉了生產線 而且是淘汰了過剩的產能 我又看看對於價格的影響是怎樣 見到下一幅圖表 我們見到全國浮發玻璃的平均市場價格 去年第三季開始有一個回升的情況 已經由低位反彈幅度是7.2% 隨著工需失衡的問題慢慢緩解 玻璃價格估計在金面可以持續復甦 玻璃價格是否影響他們的盈利能壓 其實剛剛講的這兩幅圖 都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因為當生產量控制得好些 或者減少了下來 自然行業工需方面的平衡 就可以做得好些 之前不斷供過於求的 不斷產能過剩 隨著生產線慢慢關停 產量降低下來 對於浮發玻璃的價格 都會有一個拉動作用 所以見到當去年大部分時間 玻璃生產量都按連下跌的時候 價格都由去年 大概第三季的時間 由低位攀升 由低位計算上升的幅度 都有大概7%左右 但是當然你說在現時說 每一噸都只得1,100多元人民幣的水平 不算特別高 你看回2014年年初 當時玻璃價格 去到1,400多元流上 所以代表著 當整個行業的產能 慢慢控制好些 或者將一些落後的產能 淘汰了 對於玻璃的售價方面 的確會有提振作用 去到今年 我也相信玻璃的售價 仍然會有上升空間 另外我們看看第二個利好因素 我們看到燃料成本 預料會繼續有下調的空間 這幅圖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因為之前我們提及其他推介股份的時間 都有提及過天然氣價會繼續下調 因為原油價格不斷下跌 政府也想鼓勵大家用多些潔淨能源 例如天然氣 所以相信 一定會有更多的下調空間 其實燃料下調的話 對於順義玻璃來說 可以受惠程度有多大呢? 是的 因為內地方面 要實施資源價格的改革 特別在油價或氣價方面 都要逐步邁向市場化 政府方面的管制力度 慢慢都會減弱 你看到在這一年 油價的確跌了相當多 在天然氣價格方面 都在去年進行過兩次調整 法國位分別在四月份 將燃氣的平均價 調低一毫子每立方米 去到十一月的時候 就更加厲害 下調的幅度 更加去到七毫子 你計算百分比來說 大概有兩成八 意味著在下調幅度 開始增加了 甚至去到今年 我相信降價的力度 都還是會加大 因為始終現時來講 內地的石油氣 或者其他燃料油方面的價 仍然都比起天然氣的價 都還有大概三成以上的折讓 如果你說國家方面 真是希望 鼓勵大家用多些天然氣 自不然都要令到天然氣的價格 再跌多些 起碼競爭力 可以和其他的替頓能源 可以提高 才會吸引人用這種天然氣 我相信去到今年來講 燃氣價格 仍然會有下降的趨勢 你說好像發覺一位主任 最近都提過 到十三五來講 都仍然會有不斷 將天然氣的銷售價格 開放 意味著 當油價仍然低位 徘徊的時候 燃氣價格 仍然會有下降空間 明白 天然氣對於浮發玻璃來講 有多重要 是它最大的生產成本要素 佔比大概是三成半至四成 這個圖表 德銀方面都研究了發表的報告 是集團每單位生產成本的變動 來講是會怎樣 2014年的時間 看到是上升 但2015年預期 是會下調5% 汽車玻璃的生產成本 2016年更加是會進一步 下跌5.5% 建築玻璃的成本 就會2015年的時間 是跌4.6% 2016年是進一步下跌到5.5% 至於浮發玻璃 因為剛才也講過 是佔比最大的一個生產成本 下跌是9.5%的成本 2016年是下跌9% 如果成本這麼低之下 相信未來的盈利方面 可以更加有保證 是的 因為不信義玻璃本身 毛利率的變化 對它的盈利來講 會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影響 你說毛利率來界當然 當然玻璃的售價 能不能夠提升 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但都不能夠 忽略就是說 在煤單位成本方面的變化 同樣都是相當重要的 剛剛都提過 當天然氣價格不斷下跌 而燃氣方面 佔整個生產成本 都有三成幾四成的時候 當然對於生產成本 會有個幫助 畫面上都很清楚 對於浮發玻璃的幫助 就是最大的 即是當天然氣價格 即是德銀都預期 今年進一步下跌 可能大概是5%左右的時候 浮發玻璃的成本 每單位來講 都可以減低 接近一成這麼多 毛利率來說 在去年上半年 我們可以看回 汽車玻璃大概是四成多 建築玻璃跌得多厲害 跌到三成多 浮發玻璃是屬於三者裡 毛利率是最低 大概剩下八點幾% 但不要忘記 浮發玻璃曾經在2013年 當時的玻璃價格是上升 又或者當時比較好景的時候 最高的毛利率可以去到 兩成這麼多 即是意味著浮發玻璃的成本 或者價格都是相當波動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 原理價格真的保持著下降 同時我們提及過 浮發玻璃的價格 都能夠上升的時候 我相信去到今年來計 毛利率那邊 都仍會有改善的空間 所以我自己看 對於這三者來說 浮發玻璃的復甦速度 應該會是最快 剛才提及的兩個利好因素 包括浮發玻璃的價格 還有燃料成本 預計會還有下降 都是比較中線的影響 短線有什麼股價趨化劑呢 就是去年12月的時間 集團已經宣布提交了 計劃分拆香港汽車玻璃維修及保養業務 在創業板上市 會議介紹形式進行 計劃向股東分派 所有信義汽車玻璃企業的股份 相信接下來是有助 釋放企業的潛載資產價值 為什麼在創業板上市呢 因為它這次分拆這個業務 雖然就叫做汽車玻璃的業務 但大家要留意 就不是將所有 汽車玻璃裡面的資產都拆出來 主要都是將 它在香港那邊 進行維修及保養那部分的業務 才拆出來在創業板上 這一部分業務的規模 或者整體的資產值 又不是特別大的 你說對於集團實際的影響 就應該不會太大 但是只不過你說短期裡面 大家會有個炒作 就說接下來拆了出來之後 會派一個特別息 或者會分發這些新的股份出來 可能都會吸引到一些基金方面 去增持這間公司的股份 甚至你說看回公司的主席方面 其實都在之前幾個月 都有不少一些 就是叫做回購 或者增持的動作 我相信這個因素 都能夠成為股價短期的催化劑 我們來看看利膽因素 有什麼影響 我看到股價現在 都是一個高位來講 因為剛才最開初的時間 Jason介紹一隻股份 都說它是近期一個比較強勢的股份 天然氣價下調 再加上之前發營氣 令到股價曾經是兩次裂口高開 現在是否已經很貴 繼估值來講 以一間工業股 都有十三倍的PE 當然是不算便宜 但都要留意 因為始終它在去年 即是發營氣之後 都預期盈利增長有四成多 你計回2015年的預測PE 大概是九倍左右 這個都屬於高了一點 因為你看回信爾玻璃 在之前幾年 平均的股值可能都是八倍左右 但是我們最重要是留意 內地的房地產市場 因為一旦整體的新屋動工的量 都還是這麼低的 或者那些地產發展商 是沒有意欲去建一些新樓 對於建築玻璃的銷售 或者價格來講 都仍然會有個嚴重的打擊 我相信三個李淡因素裡面 第一個就是最關重要 明白 看看投資策略 買入價 Jason就定在4.45 今天中五收市價是4.54 目標價是5.3 指示價是4.1 做一個怎樣的部署 這個可以當作中線部署 因為看信爾玻璃 去到今年來講 至少上半年應該的表現不會太頑 定入市價不用太高 因為剛剛提及過 估值都相對不是特別便宜 等它落到4.45 才去買 上面目標價是5.3 下面穿4.1 才做止蝕 明白 多謝Jason 你今天的推介節目時間 都差不多 和你做新報 剛才推介的股份請問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好 休息一會 進來回到問答環節 待會再和大家見面